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 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 歡迎嘉賓 首先歡迎陳立委 蔡政員 蔡委員 思敏好 大家好 退役陸軍少將 栗振傑將軍 思敏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華乾哥好 思敏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 今天俄乌戰爭的第一線 我們趕快來看到是俄羅斯 持續地加快他的進攻 腳步拿下烏克蘭的領土 但是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 美國的總統拜登現在是召集了嗎 他不斷地在趕進度 我們來看到來自於兩個 美國的媒體的報導 包括紐約時報 華盛頓日報 都已經證實了 還有CNN都是這樣說的 美國總統拜登 已經批准了烏克蘭的部分 他可以正式地來使用 美制的長城武器 來攻打俄羅斯的境內 這是一項很大的一個進展 因為之前其實美國是不允許 烏克蘭使用這種遠程的武器的 這一項重大政策 主要就是針對北韓部署 它的部隊來協助俄羅斯的作戰 所以同意了 針對拜登的這些動作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很不滿 他透過二媒來放話重申普丁總統 今年9月12號當時就已經提出了一個警告了 他說如果西方的長城飛彈真的用上去的話 那麼就會被俄羅斯視為美國和北約組織 是直接來參戰了 那麼這就影響了改變了衝突的本質 事實上拜登的決定不只是俄羅斯非常的不滿 美國自己內部現在有非常多的聲音 也都看不下去了 最新來看到的是川普的長子小唐納 也跳出來說話了 他炮轟拜登根本就是挖坑給川普啊 允許烏國用他的ATACMS的武器 是企圖要在川普正式上台前 引爆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 留給川普糟糕的局面 美國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這位是葛林 同樣他在社交媒體上面也大力的抨擊 拜登卸任前試圖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跟這個小川普講的是一樣的話 而且他還說呢 美國的現在民意已經很明確的表態啦 就是反對政府你漠視國內的問題 一直去干預在俄乌戰爭裡面 另外是來看到是法國政治家也表達了不滿 說美國為什麼要允許可以讓基辅使用遠程 武器來襲擊俄羅斯領土呢 呼籲這些西方政客趕快的脫離北約吧 但現在大家最擔心最危險的恐怕是這一項事情 因為來自於烏克蘭的智庫做的最新研究分析指出 如果未來川普真的撤出他的軍援的話 那麼烏克蘭接下來可能會在數個月內就投下 對俄羅斯投下他的核彈 節目一開始我們趕緊請教華幹哥來幫我們看川普撤出軍援 烏克蘭將會打核戰嗎 這有可能發生嗎 那麼拜登原本並不想要讓烏克蘭使用西方遠程武器 攻擊俄羅斯本土 為什麼這時候突然間批准了 原因為何 在這個時候你允許烏克蘭使用ATA CMS 也就是陸軍戰術飛彈 這是一項非常先進的飛彈 坦白講它最短的射程是300公里 它一打就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的重要的目標 如果你放在庫斯克前線的話 它甚至可以危機到莫斯科本身 那你今天我想請問一下 拜登你在這個時間點決定開放這個禁令 讓烏克蘭軍隊使用ATA CMS 是什麼樣的戰術想定 你至少要戰術想定嘛 我今天用這樣的飛彈 我可以打擊俄羅斯的什麼目標 你要造成人命損傷 還是要造成俄國的實質的損害 什麼叫實質損害 就是說你針對著 甚至莫斯科機場 或是重要的這個 就是比如說能源設施 來發動攻擊 ATA CMS才會有意義對不對 其實這個麗將軍他是專家 等一下他來分析 我來講一下什麼叫核子彈 核子彈的意義是在什麼地方 今天如果說你烏克蘭智庫 已經沒有招可以用了 你是不是在傳達 澤倫斯基那種挺而走險的想法 什麼叫挺而走險 因為核子彈在他的研製 以及釋報的過程中 那都必須非常嚴謹 否則當年美國的曼哈頓計畫 歐本海默教授 他花了多少的時間才成功 那你現在烏克蘭 你本身你有沒有 歐本海默這樣的教授 你有了這樣的技術跟人員之後 你有沒有試驗的場地 而且你說你擁有號稱有七噸的布 其實精煉之後只要有幾十公斤的布 就可以做核彈 但是它的載具是什麼 並不是說你今天有了這個炸彈 飛機一掛就可以拿去丟 沒有這麼簡單 它一定要有載具 你有適合的載具嗎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沒有適合的載具 因為你的蘇凱24不夠看 你的蘇凱34已經根本被打光了 你要用什麼來投資這個炸彈 而且他經過世報的話 他至少要 好我舉印度為例好了 印度花了20年 今天你烏克蘭你要鋌而走險 到製造核子武器去投資到你的敵國去 那就等於說你錢旅已經技窮 你的招數進進 沒有技術沒有技巧了 只能夠寄望於核子彈 所以我認為這些 比如說法國愛國者領導人 以及這個共和黨的聯邦的 這個眾議院的議員葛林 他們講的都是有道理的 你要挑起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這是非常不治的 而且我也認為 這個可能是拜登 臨去秋波的一種 給烏克蘭的這種 就是說我開放了解禁了 然而烏克蘭卻智庫 卻變本加厲的 想要訴諸核彈的要求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治的 好現在是真的是離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 越來越近了嗎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就是兩個事情 剛剛提到第一個就是核子彈 烏克蘭是否發射 第二個就是ATM、CMS 這個西方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拜登敢給 但是 折倫斯基敢用嗎 這是一回事 將軍您如何看 順便看這一款武器的殺傷令 我先把今天早上最新的一個 俄烏雙方的一個狀況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這個我們原來認為說是在烏東 還有這個 庫斯克爾這邊在這邊作戰 但是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俄軍攻入到這個基辅北方 叫切爾尼戈夫這個州 這個州是烏克蘭的州 那這個現在來講的話 俄羅斯的部隊主動在這邊發起攻勢 而且已經打到這邊來 大家看到這個州就在基辅的北方 那可見的俄軍開始已經準備要威脅到基辅 那這是雙方來講最新的戰局 那最近這個很明顯就是說 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現在包括他基辅來講 都可能遭受到攻擊 所以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才跟美國就是 請美國同意他使用 這款ATACMS的這種 戰術中層戰術導彈 那我特別要說明 這個美國自己也把它講得很清楚 它只是一種中層的戰術型導彈 我們有戰略型有戰術型還有戰鬥型 我們如果說把步槍 機槍 這個短程的迫擊炮 當作戰鬥武器來講的話 那這個也不會就是戰術型 戰略型是什麼 核子彈叫戰略型 東風導彈叫戰略型 對不對 我們東風26東風17 這種是屬於戰略型的武器 那這個300公里來講 事實上只是一個戰術級的武器 300公里來講 我跟各位講他打壓到打不到莫斯科 我今天特別去查了一下 如果說是從這個蘇梅這個地方 從蘇梅蘇甲這個地方 它庫斯科它已經在那邊最近 又到莫斯科有400多公里 它300多公里打不到 所以打不到的 打不到 然後從哈爾科夫來講 它國境的最北邊 距離莫斯科有1400公里 所以這種導彈是打不到的 我覺得拜登給他一種開放這種 只是這個形式上給你好看 那戰術我們顧名思義 它是用在戰術作用上面 大概攻擊 能夠攻擊的可能就包括到一些比較後方 軍事上高價值的目標 比如說是對機場實施攻擊 或者是說對俄軍的後勤的彈藥庫 油庫等等這些設施來實施攻擊 然後減緩你的攻勢 然後來拖長你的這種戰術後勤運補的能量 或者減緩你空中的攻擊 我想這種武器大概目前來講 它能夠發揮的功能僅此而已 那大家也不要把這種事情 當成太大的一個神話 大家要知道在軍事上面 所有戰史上面 光靠一種武器 能夠改變戰爭 能夠逆轉勝的 只有曾經發生過一次 那是叫原子彈 對不對 只有原子彈逆轉 就是其實也不是逆轉 它只是到最後來講 美軍來講 盟軍不願意在日本登陸 造成太過多的傷亡 所以說用一顆原子彈 這個結束這兩戰爭 那除此之外 我們很少看到 因為一種武器的發明或出現 然後整個改變整個戰局 甚至於說是逆轉勝 我就 我覺得這種機率來講是不大 所以這次拜登 他突然允許使用這種武器 我想只是也只是 只不過就是在戰術上面 讓這個能夠拖延多久 算是拖延多久 然後減緩俄羅斯的攻勢 僅此而喻 那你如果說要 他因此而能夠力轉勝 而能夠威脅到莫斯科本身來講 這個可能性不大 但是相反的 你這東西反而更容易激入 這個俄羅斯 因為普京他打這場仗 他最重要就是要求他國土的安全 當你美國你突然開放 可以使用這種武器 300公里射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普京來講的話 將來上談判說 我的要求會是什麼 我最起碼是300公里以外的一個這個界線 在確保我國土的安全 我的緩衝區會劃到300公里以外 因為你既然敢在這個地方使用這種武器 以前他之所以說不願意說烏克蘭交入北約 就是怕北約的這種遠程攻擊的武器擺到這個烏克蘭這邊 對他構成威脅 我們經常講緩衝區緩衝區的意義就在這邊 雙方來講的話 我不要在你的門口擺上我可以打到你的武器 你也不要那種可以打到我家的這個院子裡面的武器 擺到我的隔壁鄰居 大概所謂緩衝區是這種定義 所以我覺得這是拜登開放 這個烏克蘭可以使用這種ATASM的這種中程戰術導彈 我覺得是當然對折輪時期來講 其實形式上雖然可能短期之間可以看到 延緩戰局的拖延比較久一點 可是就長期來講的話 如果將來上談判桌 我覺得對烏克蘭是不利的 因為普京會要的更多 他會要的緩衝區會更大 因為你居然敢用這種武器 代表將來我一定為了確保 最起碼的我畫的這個緩衝區 要在我國境線外面300公里之外來畫緩衝區 好 如將軍所說的這ATM CMS 雖然烏克蘭打不到莫斯科這個地方去 但是擔心的是接下來和平談判的時候 這個普丁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那委員您有怎麼看 這樣子的話普丁的談判的標準會設得更高嗎 會不會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那麼多事情呢 變得更近了 我們看到拜登做的一切 會不會給未來的 還是他故意的 給未來的川普留下爛攤子 您有怎麼解讀 從各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說俄羅斯可以打烏克蘭 那烏克蘭為什麼不能打俄羅斯 所以烏克蘭想要擁有遠程武器可以打俄羅斯 就跟俄羅斯現在用遠程武器打烏克蘭一樣 這個對烏克蘭來講 希望能夠打到俄羅斯的任何地方 這本來就是烏克蘭合理的願望 只是有沒有能力而已 但是從拜登的立場來講 他為什麼在跟川普見面之前 從來沒有去批准烏克蘭 可以使用這個遠程的武器 300公里也算是一個中遠程的武器 那為什麼跟川普見面以後才批准 換句話說 其實拜登心裡很清楚 我就是要給這個 這個川普小鞋子穿 你不是要停止俄羅斯戰爭嗎 那我給了烏克蘭這種中遠程的武器 俄羅斯一定會拼命打嘛 那你就停止不了啦 所以你說你上任第一天就能夠停止 戳破你的牛皮 對民主黨討個面子 所以拜登來講 他的政治考慮多過於戰事上的考慮 因為他馬上要卸任 而且民主黨大敗了 就製造一個難題給你川普嘛 就川普來講 就要決定要不要阻擋這個事情 其實川普的小兒子在X這個社交媒體上 講那些說什麼 啊你故意給我困難 川普要阻擋是很容易啊 一點都不難 為什麼 你川普只要公開宣布 折倫斯基跟烏克蘭政府上面所有的人 敢聽拜登的話 他直接洗拜登也沒有問題 你敢聽拜登的話 我上任以後 我立刻發佈國際通緝令 把所有折倫斯基的一干人等 送上國際刑事法庭 逮捕到美國來 處決 你看敢不敢 這種話就川普講起來 一點都很輕鬆啊 你不聽我的話 我反對 你不聽我的話 我上任以後 把你們通通抓起來處決 而且把你們在美國所有財產全部沒收 周恩斯基在美國差點有1億美金以上的財產 全部沒收 那你請問一下 就美國來 這不需要美國法律 他就只要把這些人抓到那個 古巴的關達那個納摩 那個什麼 海軍基地裡面 就要比照那個賓拉登的人 當場處決就好了 那你說周恩斯基會不會嚇壞 膽子小的狠 你就看你 川普要不要下這一招 很輕鬆啊 兩句話解決了 保證沒這個事 那如果是 川普不做這樣的一個限制 這不是遠期支票 這很快就可以 60天後就兌現了近期支票 而且他做得到啊 那你 周恩斯基只要想到 我在美國的財產 你要幫我沒收 用戰犯的名義 他敢嗎 我跟你講 絕對不敢 膽小的不得了啦 那你其他的 美國的這些 那什麼 那個 那個烏克蘭其他所謂的軍官啊 將領啊 官員誰敢做決定啊 也沒有人敢啊 為什麼他很清楚啊 他如果面對戰犯審判 每個人嚇死了 那第一個 那如果川普不下這種禁令的話 那表示川普也默認和同意 那這牌就回到了普丁手上 到了普丁手上 他面臨的選擇是 他大話講太多 他講過啦 如果是有任何永和的國家 提供遠程物期 給烏克蘭打到俄羅斯本土 我就用核主去對付那個國家 似同作戰嘛 那你普丁敢不敢下場 玩這個遊戲 這是個國際政治 本身就是個博弈 你講的話 你要不要用核主去直接攻打 柏林的美軍基地 波蘭的美軍基地 以及羅馬尼亞的美軍基地 要不要試試看 你不敢的話 你普丁都回家包回家去了嘛 你在那個俄羅斯政壇上不要再吹牛皮了嘛 那如果他用這個武器打的話 那歐洲就開始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核戰爭 那因為他以前動不動要對中國課關稅 到時候放心 中國全世界最大的軍備出口國 每個人都要買 什麼關稅啊 什麼都沒有啦 中國就莫名其妙崛起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莫名其妙崛起 要有道理 變成世界軍工廠 你要從這個最高級的炮彈 到這個最低級的子彈 中國通通有 這當然是笑話一場 可是 現在球踢來踢去 這誰發球了 是拜登發球的 這個國際政治就是 世界大戰其實都是這樣打起來的 一次大戰也是這樣打起來的 二次大戰也是這樣打起來的 我發球你怎麼接球 接受了就開打了 所以不要以為這個什麼民意啊 民意調查啦 民主政治投票啦 到了戰爭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是普丁不要的話 那普丁剩下另外一個選擇 普丁一直在國內面對很大的處境跟困難 你不要以為他現在 或以負很威風的樣子 他被俄羅斯國內裡面 就一直在爭議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不消滅烏克蘭 這是基本議題 那普丁打法就是他慢慢的弄 慢慢的弄 他死傷不要太多 消滅烏克蘭直接進攻基辅嗎 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不聽話 核除去往基辅丟兩顆就解決了 不是嗎 學美國丟廣島跟長崎啊 那為什麼不改 你還留著基辅活著 只要求烏東的土地 那就叫北約下場嘛 大家來說一下嘛 第一線戰場的最新戰況 首先我們來分成陸戰 再來看到 先看空戰 再來我們看陸戰 再來看外援 首先我們先看到的是陸戰的 空戰的部分 俄軍現在持續的推進 納美聯社的報導說 索倫斯基已經指出了 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發射120枚的飛彈 90架無人機 都大舉的攻進烏國的各地 而且目標是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 這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冬天要到了 那基辅也證實了指出說 這一次的整體的無人機飛彈混合攻擊 是近三個月來 規模已經是最大的一次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 現在正在強攻 它的空襲的部分 陸戰的部分 尤其要關心的就是庫斯克了 烏克蘭從8月份以來 大家記得嗎 當時他不斷地反攻俄羅斯 結果呢 他一度是控制了庫斯克一大片領土 但是近期 俄軍也是在努力地反擊之後 現在是收復的土地面積大約已經達到50%了 尤其在這幾天又再加大力道 再加上有北韓1萬多的兵力 可以看到這個庫斯克的戰情越來越激烈 剛剛說了 我們再談到這個外援的部分 根據烏克蘭的情報也顯示 這幾週北韓提供的大約是50門的國產 170毫米M1989古3自走榴彈炮 畫面上我們看到 還有20套的這個多管的火箭系統等等 可以看到北韓也同樣持續擴大它的援助當中 好 講到武器趕快請力將軍來帶我們看 剛剛要提到的是這個庫斯克的前線 我們用到這款武器M1989古3 是北韓自行研發的它的戰力的部分 其實打仗沒有什麼訣竅 就跟選舉一樣 選舉是票多的人贏 打仗來講也是一樣 戰力強的人贏 戰力包括兩種 一個是兵力 一個是火力 那現在來講很明顯的 在庫斯克爾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俄軍來講的話很明顯 它兵力跟火力上面都具優勢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烏克蘭在這邊 狀況是非常的不利 狀況來講可以激進於崩潰的一種狀況 那尤其是朝鮮這時候又加進來 那尤其是這種武器進來 其實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武器 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武器我們看這相片 你會覺得它砲管特別長 對 它砲管特別長 它不是什麼了不起 那它的口徑只有170 170其實不大 170我們台灣的 我們講8吋自走炮來講的話 口徑是230 我用公字來比較的話 大家知道這個230口徑 我們8吋自走炮 M11洞 我們每次這個海岸火炮射擊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比這個炮彈口徑都還要大 所以它這個口徑不是很大 那它強在哪裡 它強在射速可以打很遠 因為砲管越長 其實打得越遠 那打得越遠的好處就是說 打這樣來講 我能夠打你比較遠的地方 我就打你的後勤設施 然後讓你的後勤部隊不敢擺在前面 那你就沒有辦法持續支援 你每天可以送10噸這個補擊品 往前面送的 因為你必須向後拉 你可能每天只能送到7噸或6噸 那就減緩你第一線的戰力 我覺得這個武器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武器來講 其實已經是過時的武器 我去查過它5分鐘 5分鐘的時間大概只能打1到2發炮彈 所以打的數量不是很多 就像我們 我自己本身在這個國軍服務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自己那種炮兵也是一樣 你看如果到這個金門去看 還可以看到那個挑那個炮槽給大家看 人很多 但是速度很慢 你搬很久 裝很久 還要調整高低左右方向 還要裝火藥 然後還要裝發射藥 其實那個時間很久 然後砲完打出去以後 你不是就結束了 然後檢查砲膛 還要把砲膛擦乾淨 你才可以裝第二發炮彈 但是它優點在哪裡 它優點在它數量多 你知道嗎 這個當初朝鮮發明這種武器 是它自己發明的 它是為了打哪 打首爾 就是它這種砲 射程可以到40公里 它可以打首爾 然後它弄得基本 你看光來這個協助俄羅斯的 就50門 它如果當初擺在它朝鮮那邊的話 它大概如果說有擺來門的話 你看看 如果擺來門炮彈 同時發射 就算射速很慢 同時打到你首都裡面 像我們如果台北市 同時一上那之間 對不對 這個短短半個動作 挨了兩三發炮 這種炮彈來講的話 誰都受不了 而且如果打得都很那個 比較準 所以這種炮叫加農炮 加農炮就是射程遠 然後近乎於直射 射程比較大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你炮管磨損很大 大家不要看這種火炮 各位可能想像不到 這種火炮大概打200發 300發以後 整根炮管要換掉 整根炮管要抽掉 換一根新的炮管 那換炮管是一個很大一個工程 所以我認為說是 北韓提供這50門火炮 對這個俄羅斯有沒有幫忙 它當然有幫忙 尤其是在庫斯科爾現在這種狀況之下 然後在這種 他們本身就是這個 北朝鮮跟這個俄羅斯本來就是屬於 大陸軍的炮兵主義的這種 炮兵至上的一種作戰觀念 所以我覺得這50門火炮 對庫斯科爾的這個 烏克蘭的士兵來講 真的是一場這個噩夢 好我們看到北韓持續的提供 在這個時間點上 俄乌戰爭打了正焦灼的時候 提供50門的炮彈 那德國的部分呢 他會不會提供給烏克蘭 他所一直要的 責倫斯基一直要的這個 金牛座的炮彈 等一下我們也會一起來看 好我們接下來看到 就是因為川普 他明年1月要正式的就任 所以大家擔心說 這個俄乌戰爭可能會提早結束 德國現在難道是 嗅到這種風向 可能會背叛烏克蘭嗎 因為德國的總理蕭茲 近期呢跟俄羅斯總統通上電話了 普丁喔 兩個人將近兩年來第一次對話耶 但是針對此呢 澤倫斯基就很不滿 他就痛批說 德國你根本就是破壞 國際對於普丁的孤立 你這麼做就是打開了 潘朵拉的盒子啊 那蕭茲也趕快說了 他說我們不會背叛你們的啦 我們不會被烏克蘭做任何決定的 我們看到現在德俄領袖 在這次的通話之後 這個德國當地的媒體 就趕快做了一個報導 講說呢俄軍在現在全部的戰線上 都掌握了主導權 尤其在東部的頓巴斯地區 眼前局勢他說呢 是對烏克蘭非常不利的 那談到了武器 這個軍援的部分 德國的將軍 他也強調戰爭不存在 扭轉這個戰局的神奇武器 意思就是說金牛座的飛彈 不會提供的意思嗎 這個等一下怎麼解讀 我們會請華乾哥來繼續幫我們看 那俄羅斯為了要制裁西方 也有一些世界的手段 在能源系統上面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從11月16號開始 會停止輸送天然氣到奧地利 好這是針對奧地利 那針對美國的部分 則是限制對美國出口的這個濃縮用 好我們先來看 剛剛提到這個金牛座飛彈 到底德國是不是就不給了呢 再來就是說這個莫斯科拿能源當武器 到底有沒有用 華乾哥 德國聯邦軍的這個少將講得非常好 他說沒有一種武器 叫做神奇武器 就是說magic weapon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意思就是說 哲羅斯基你可以死了這條心 金牛座我們一年前沒有給你 現在也不會再給你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 一個moment 你必須要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蕭茲要跟那個普丁談上話 他談上話的原因就是說 究竟現在你最大的關卡是什麼 蕭茲一定是這樣問他 你想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至少我身為 我德國是歐盟裡面的 洋洋大國 我是幾乎可以說是老大了 嘴巴上面不講 實際上面我就是老大 蕭茲怎麼可以不知道呢 因為蕭茲很怕一件事情 普丁你是不是跟川普已經 私底下已經講完話了 然後美國當然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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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對不對 那問題是以川普的個性 他不是他自己打電話 也要找人家打 所以他跟蕭茲一定會有一些認知 那跟那個跟普丁一定有一些認知 就是有一些共識 那蕭茲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可以 所以打一個電話給普丁 整個事情很氣啊 怎樣 你有個潘朵拉的盒子嗎 你要打開來看嗎 可以見人嗎 蕭茲就說我們沒有背著你 我們也是希望站在你 烏克蘭的利益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但是最後就談到金牛座飛彈了 為什麼金牛座飛彈比較重要 因為就跟剛剛我們所講到的 ATACMS飛彈一樣的重要 那個是直接可以帶過去 可以直接打到俄羅斯境內的 德國啊 你這麼支持我們 但你給不給 不給 還是不給 為什麼 因為已經到了談判桌上了 這個東西再給你的話 我跟你講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好 俄羅斯就出招了 從16號開始起 他就切斷了給奧地利的天然氣 你知道每年要輸送多少天然氣嗎 150億立方公尺 給奧地利 不然奧地利沒有東西可以用 150億立方公尺 你覺得很多嗎 五年前是多少 你知道嗎 是1500億立方公尺 已經剩下十分之一了 俄羅斯說 對不起 這個下個月就不給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不給我給啊 我那個路線是要經過烏克蘭 才到奧地利的啊 那既然你們現在也不續約嘛 那我們從這個月就斷了 奧地利現在頭就痛了你知道 他現在怎麼辦 你怎麼可以用這個天然氣這種資源 當作武器讓我們西歐國家屈服呢 因為現在不只是奧地利要用俄羅斯的天然氣 還有荷蘭很多國家都要用啊 俄羅斯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再不趕快想辦法 讓哲樂志氣上談判桌的話 這些天然氣我都不攻擊了 所以這個天然氣現在也變成俄羅斯的一種武器 接下來他也要對美國的濃縮釉實施限制 就是不再出口給美國濃縮釉 看美國能不能從其他地方拿到 普丁現在也在出招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到說 那打到最航戰爭 打到最後到底什麼時候會停止 尤其川普上任之前 有沒有可能更加打得更慘烈 等一下請委員幫我們看 在這之前我們看到幾件大事 首先是俄烏和談的部分 烏克蘭內部的民調顯示呢 過去一年的時候 有一成四的民眾是支持和談的 那現在呢到十月份的話說 這個願意接受放棄部分領土換取 停戰的比例已經達到三成二了 這是針對烏克蘭的民眾 再來G7的部分 他們同樣是支持和談的 第三個事情是這個歐盟執行機構呢 已經準備要批准提供3億歐元 用在國防採購上給烏克蘭做使用 委員怎麼看 川普正式上任之前 可能還會打得更加激烈嗎 歐洲G7也好 烏克蘭也好 從來就是傀儡嘛 那你現在組織川普 換上新川普了 那川普說要俄烏和談 他們有人敢反對嗎 當然他百分之百贊成 同樣的如果川普改天連一麻 說我們俄烏繼續打 他們這世界會怎麼樣 繼續打 這個就是一個傀儡 跟一個組織之間的關係 所決定的國際政治秩序 那這個德國 剛才那個幹哥我提到說 蕭茲他是一霸 怎麼看都不像 碰到美國就像索辣一樣 什麼事都不像 被這個折倫司機洗臉 他們也都乖乖的 連反應都不敢 洗什麼臉呢 德國總統說 那去年說我要去訪問基福 他說不歡迎你來 因為你從來就沒有發表 贊成我們的言論 金主的總統說要去訪問 被洗臉了 好像給他是應該是欠他的 反正就是這個一個 就是一場鬧劇 一場鬧劇 那你們歐洲人想演這種鬧劇 現在換上一個 一個演得更大的川普來了 這些人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你說北韓啊 這個送兵送炮 剛才那個 這個德國裡那個將軍講得很好啊 戰爭不存在扭轉戰局的武器 一樣的戰爭也不扭轉 也不存在扭轉戰局的部隊 你光一個北韓來就扭轉戰局 也不太可能啊 因為就俄羅斯來講 他打得順風順水 有的北韓來講當然駐一輩之力 可是這不是影響戰局的主要因素 而這種人情 就順水人情 金正恩做得很舒服啊 然後這個俄羅斯啊 也只好給予答謝啊 總比增兵來得方便嘛 又聽話 然後要付點錢啊 北韓就很開心啊 後來提供的武器給北韓 是威嚇一下日本跟美國 也不是什麼壞事啊 所以雙方面啊 俄羅斯跟北韓相得益彰 各取所需 兩個人都得到利益嘛 那你看看喔 這兩邊這麼開心 可是這個歐洲跟烏克蘭的關係就會很凝住了 比如說蕭茲打電話去給普丁 喔 哲倫斯基也可以說個兩句話 喔 你拿我錢的 你還倒過來對我指指點點 你看德國有多卑微啊 有多沒面子啊 真丟死人了 你們當時德國的二次大戰的氣焰 一次大戰的氣焰都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德國這一代人 對不起他們的前輩啦 那你看看喔 說川普真的會推動俄烏和談 說二十小時就可以結束嗎 那也要普丁同意 普丁不同意也沒辦法 那俄羅斯基讓他同意啊 如果說他現在自己要去和談 自己要停戰 他馬上會被幹掉 因為烏克蘭人覺得你是外人 當我們的總統 你現在還講這種話對不對 當然不可能 可是如果有川普大帝的命令的話 那烏克蘭人也跟小狗一樣 不要跟我講說多厲害 都會聽話的啦 可是現在誰 普丁為什麼要聽你話 為什麼 當然不是啊 所以普丁如果是把基輔包圍起來 才是真正的戰略中的戰略 把它包圍再來談嘛 對不對 就好談了嘛 好 謝謝委員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接下來我們特別來聚焦 是上個週末的這個國際重頭戲 當然就是在秘魯舉辦的這項 2024秘魯亞太經濟合作的EPEC會議 峰會16日這一天落幕 各國元首在領袖峰會上 這一次呢做了一張大合照 那我們今天要從這張大合照的位置的安排上 是不是要來看到說透露了各國領導人 現在在國際的地位還有重要性 我們要看到這個大合照當中 美中的兩位領導人 他們紛紛的分別在哪些位置上 即將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我們看到他竟然 這邊有點難找 他被排在這個後面 第二排的這個後面 第二個位置上面 大家就說幾乎都快要找不到拜登了 那再來反觀呢 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 他目前呢 從這邊看到是第一排的 最中間的這個位置 好 站在C位 福斯新聞這樣形容 他說你拜登這麼尷尬 就站在這個位置喔 那顯示的就是你的這個地位嘛 那紐約時報更是不留情面說呢 酸拜登就是這個超級薄腳壓 已經講得非常的嚴厲了 拍完合照之後 我們來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馬不停蹄 參加了在秘魯的前凱港的 這一場啟用儀式 連接了六國的領袖 CNN分析說現在呢 他在做的就是塑造中國領袖的一個形象 那麼秘魯當地的話報也做了一個評論 引述秘魯的政府高層說 確實這次EPEC的明星就是習近平 而不是拜登喔 這一節我們要特別來從 美中在南美洲的競爭角力 來看看目前誰更勝一籌 整體來看 中國正在逐漸地把美國的勢力 撵出南美嗎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更深入的分析 再來請教委員 如何從這個大合照上面 來看出一些端倪 你如何看 我不曉得該怎麼說美國跟拜登 這個把美國總統根據USA的U 把他排到後面去 這個應該很少見 在去年在舊金山因為主辦國是拜登 所以他站在中間大家沒什麼 而習近平是站在左邊的第二格還是第三格 第一排左邊第二第三格 如果是川普的話 你把他排到後面去 他馬上當場甩手走人 而拜登老先生大概已經沒有空間感了 所以就乖乖地站到後面去 這個當然是美國會覺得被羞辱吧 所以連最挺民主黨的美國的媒體 紐約時報都出來酸拜登 可是這是你們民主黨自己捧出來的人 你怪誰啊 你們這些自由派的媒體記者 你有什麼好怪呢 第二個為什麼要這個習近平就站在西位 他其實就主辦單位的右手邊 那你來想想看 以前他是在第一排左邊算來第二個 那現在一下子跨過幾個人一直到了 跨過一二三 跨過兩個到西位中間 這個什麼含意 大家看得懂嗎 就秘魯來講 這次會議真正的貴賓就這麼一個啊 對不對 就是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啊 那其他人可有可無啦 那拜登老先生 好像再過六十幾天 你也不是美國總統了 你就到後面去端水吧 所以他排到後面 這裡面是 第一個 國力的重要性 跟對主辦單位來講 他是已經有做出一個衡量 那中國當然在這個場合比美國重要 第二個 領袖人物的分量 這個習近平主席還沒有要退休 你拜登已經即將退休了 這個叫人走茶樑 人情能軟 所以我看到的是 一個美國拜登政府 像彙星一樣 往天際墜落下去了 一副可憐樣 我看美國人看到這張照片 不曉得心裡面作何感想 最好你們假裝沒有感覺 要不然越想都要越痛苦 好 從這張照片我們看到一個 國力的重要性 那同時呢 從這個秘魯旁邊站的位置 總統旁邊站的位置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美中在這個 南美洲未來的角力的重要性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來做討論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到 除了這一張大合照之外 大家更關注的就是兩位領導人 尤其是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這個場編會 好 包括了這個拜登跟習近平 這一次特別做了一個會面 畫面上我們看到 好 那中方在這一次的會面上 特別強調了幾個問題 一共是四點 他特別提到說 都不可以踩到紅線 第一個台灣問題 第二個民主人權 還有道路制度 還有發展權力說 這些都是不容挑戰的 華府智庫的這個研究員 也做了一個分析說 北京主要就是希望 藉由像下一任美國總統 傳遞一個訊息 中國期待和下一屆的政府 保持一個穩定的關係 是這個一樣的意思 那CN也報導 引述一位美國政府的高層官員說法 未來最重要的領域 會放在俄羅斯 台海 南海還有網路 都是下一屆政府需要仔細考慮的 美中兩國的 在這些領域上面會出現明顯的政策上的分歧 我不認為這種分歧會消失 好 我們從這些發言來 請華幹哥幫我們看 從這次場編會 可以看出哪一些些重要的議題跟 會是未來兩國領導人最重視的 那哪一些又是中國大陸的底線 他這個四個要點就是說這四條紅線 他講成什麼 他講成四個沒有變 我念起來就很拗口對不對 其實就是四個不變就對了 他只是告訴你說我再強調一次 四個不變 哪四個不變 也就是說中美之間的關係 有四條紅線你不要踩 第一個台灣問題 再次強調台灣問題 那是不能夠變的 第二個很妙啦 變成民主人權 第三個什麼 道路制度 這後面都有含義的 第四個他才講發展權力 其實發展權力應該要拿到最前面來 為什麼 你不要在全球打壓我中國 這樣才對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習近平這次在最後一次見拜登的這個場合裡面 他提出了這個四個不變 他已經有退讓了 為什麼 我第一個還是講台灣問題 這不用講 但是發展權力才是現在 美中之間的最大的奇異點跟障礙 其實習近平應該要講說 中國在世界上的發展權力 應該不應受到你們美國這樣子的強權的控制 這才是重點 但是他把發展權力放在最後面來 那他也用就是說比較和善的語氣 他就說 其實這些議題是中美關係的 防護欄跟安全網 這些都是很柔性的話 可是話風一轉他也講 說新冷戰打不贏也打不得 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你想發動新冷戰的話 你是不可能打得贏我的 也打不得 我也不要跟你打 心冷戰 為什麼 對雙方都沒有什麼好處嘛 對不對 你在全球打壓我 認為 我在全球包圍你 可是實際上是沒有 為什麼 中國是憑實力的嘛 所以 對華遏制的這種 這種政策 其實是不明智的 也是 不理智的 所以 如果不謹慎的話 後面 習近平有講一句話 會陷入全球衝突 什麼叫全球衝突 我就告訴你 下面我們要考慮的地方就是 南海危機 台海危機 當然先解決俄物戰爭 所以其實話講很軟 但態度是很硬 好 所以美中兩強 在這個國際間的衝突 未來會越來越多 各種議題 不過現在眼前 還有在這個南美洲 互相競爭的這場角力 尤其是前凱港 是中國大陸 特別去投資的 習近平這次也特別在這場 會議上面特別強調 前凱港的重要性 強調的就是 連通了亞洲跟 拉美洲之間的這個關係 那所以呢 西方媒體就報導說 很擔心 中國大陸會用這個港 來由商轉軍用 這樣子的威脅論 麗將軍又怎麼看 我特別認為說是 美國放出這種言論 就代表 因為他長期以來 他認為南美洲 是他的後花園 但是他又對 南美洲這些國家 他並沒有很認真的 去扶持他們 所以南美洲為了要生存 為了要發展 當然 後續就找中國來發展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張圖 大家覺得 為什麼前凱港很重要 地球是一個球型的 這個我們想說 這個大球航線 各位看一下 如果前凱港從這邊出發 他走這條路線來講的話 到亞洲地區來是25天 那以前來講 他如果走這邊 上來 經過美國這邊 再上來來講的話 要35天 真正少了10天 對 10天你想想看這個油料 這個輪船來講 貨輪來講 他用的油料 就可以省多少 所以那就在商 研商來講的話 我一定降低我的成本 那從我們這種路線裡面 我個人認為說是 大陸來講也不會把前凱港 當作一個軍港來用 隔著一個太平洋 這麼大一個太平洋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要把這個解放軍 放在那邊去 他沒有全球這種軍事的野心 所以我覺得不會把前凱港 當作一個軍港 他純粹就是一個貿易的港口 來這個 那這個港口對亞洲地區來講 對南美洲地區來講 有多重要 現在來講的話 據我了解 原來巴西這邊 已經到前凱港 秘魯這邊 他也開闢了高速公路 還有周邊很多國家 都開闢了很多高速公路 所以說他們可以將他們的貨 他們自己生產的貨 可以運到前凱港 然後運到亞洲這邊的國家來 那亞洲這邊的國家的貨 也可以借這個航運到前凱港以後 運到各國去 那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經濟上面是一定是有 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最近也開始放出一種風聲 美國說如果說是川普講 如果說從前凱港 運到我美國的貨 我一樣徵收你50%的關稅 應該是要用這一招 他又怕說 借這條路線 把東西賣到你美國來 那為了在此之前 所以他又用 這個軍民兩用的這種 這個中國威脅論 用作一貫的理由 來抹黑中國 好 謝謝將軍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接著產業消息來關心 台積電在斷供中國的7奈米 以及它的以下晶片之後 現在傳出三星也跟進了 來自於Digitimes的半導體分析師 陳澤佳所做的分析 他認為說川普接著來重返白宮 可能會加劇的就是 美中之間的這場科技戰 會持續的打得更加的激烈 這回在川普 他對中的晶片制裁下 恐怕會擴及到的就是 他說了14奈米以下 包括了他在這個之後的成熟製程 都會受到影響 那麼也包括了會大打的是 材料戰等等 一旦材料戰真的開打 那麼中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恐怕就會跟著 他是形容會崩盤 等一下請委員來幫我們看 他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另外北京的 南海資本高級合夥人 李芳他也做了一個分析 他認為說 現在面對美國加緊制裁 中國只能走的就是 自主的道路 先進晶片的製程 最晚他說 10年就能夠追上 美國的腳步 我們看到川普上台之後 恐怕大家在看的 就是會加劇 中美之間的這場晶片戰的升級 但是我們也知道美國的企業 包括英特爾 高通 輝達等等 都有很大一部分的利潤 還有應用市場都在中國大陸的 如果和中國大陸脫鉤 是對誰更不利呢 美國打了材料戰 那中國可以回擊 限制它的稀土等原料 這一場大戰到底誰傷得比較深 委員怎麼看 初期當然中國會比較深 這個看數字都知道了 但是長期啊 這個中國會不會輸 不見得 但長期有多長 現在也不太確定 那我認為是比較樂觀一點 大概五年吧 當然有人說三年 或者五年 他現在有人說十年 那不管是三年 五年 十年 總是一個很辛苦的歲月 你看華為被打趴了以後 現在起來也花了三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看這個 中國大陸的朋友們 怎麼去努力 那說川普會不會擴大 對於科技這個業 尤其半導體的戰爭嗎 這可能性當然是很大 而且可能非常大 所以中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短期內有沒有崩盤的可能 大陸領導人也把它列入估量 比如說現在只是7奈米以下的 光刻機做限制 那14奈米呢 你不能排除說它不會限制 料底從寬嘛 除了這個以外 中國大陸的很多製造半導體的材料 從光刻膠 洗設備 液體 等一大堆的 也都是從日本買得多啊 或者跟美國 有些設備 我們一直都不要以為說 製造半導體設備只有什麼 只有這個光刻機 還有一大堆啊 什麼鼠殼設備 清洗設備 切割設備 一大堆啊 大部分都不是中國自己做的 大部分就是美國 這個日本為主來供應的 那現在當然回答減太慢了 就是為什麼2013年 中國大陸投資 那麼大的資金去發展半導體 就到現在為止 還是很陽春內 那為什麼同樣投到的 這個汽車失業裡面 電動車失業就這麼輝煌呢 其實我給大家個答案很簡單 當時所用飛人 很簡單 很多人借機掏空 當時蓋了多少金元製造廠 全部都垮掉了 然後金元設備廠要不到錢 那訂單也沒有轉到那邊去 所以當時的這個 用手用飛人 這些國務院有一些人 註下了大錯 才有今天這麼辛苦的一個結果 那沒辦法啦 那竟然是已經是 局面是如此 對方的部隊已經要上來了 那我們只好小米加步槍 上去應戰 人海戰術了 然後回到這個 毛澤東的這個 這個 三彎子弟的時代 好好努力啦 萬里長針 對啊 沒辦法 好 所以中國大陸還要加緊腳步 來發展它的半導體之際 不過呢 這個西方啊 我們來看到這位是 微軟的總裁 布拉德史密斯 他則是特別警告美國 他說你們這些 不常去中國的人 常常認為說中國很落後 但事實上在很多方面 中國科技已經接近 甚至趕上歐美等等的國家了 尤其呢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在美中的這場AI競爭當中 美國的智庫也做了一個分析 發佈的最新研究顯示 美國遏制中國AI進步的意圖 是不太可能會成功的 請教華乾哥您如何看 針對經濟學員給的建議是 美國所以呢 你要趕快提升自己的優勢 就應該少花時間在打壓中國上面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不斷的打壓嘛 華乾哥怎麼看 剛剛委員講對啊 你說中國它在最晚十年 這個十年之後 它就能夠追上美國 這是北京的南海資本高級合伙人 李方講的 那現在我們來聽真正的老外講的吧 這個人不是普通人 他叫微軟的總裁布拉德史密斯 他說我1992年 我身為高級CEO 我就已經到了北京來了 這幾十年來我看著中國 那所有這些就是說 剛剛冒出頭來的CEO 根本不了解中國 認為是很落後的 你來中國一趟看看 你來看 不要我這種老人來告訴你 中國到底有多進步 而且它不是現在很進步 它是一直在進步 圍堵的方法不會奏效 他特別講 那經濟學人也是講一樣的話 為什麼 他說少花一點時間打壓中國 自己求進步比較重要 這個觀念你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醍醐灌點這句話 他舉一個例子 他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以前中國的這些 在AI或是技術理論上面 這些化學的跟物理的論文 你知道嗎 品質都非常糟糕 弄上來讓全世界的學界看笑話 這是什麼論文 然後結果你知道 2003年的時候 他們說當時的全球高影響力的論文 美國是中國的20倍 2003年 再過10年 2013年 美國只剩下比中國多4倍而已 到今年 2024年 他說中國實際上 有影響力的論文 已經超過美國了 品質雖然在伯仲之間 一定要知道這些有影響力的論文 是真正對這些先進科技是有影響的 不是說文章寫出來 就是認為說文章寫出來 你就是很厲害 不是這樣子 它會對你這整個產業 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他說很簡單 我們現在光是在什麼地方 在大語言模型 就是LLMS的性能差距 他說中國跟美國已經相差不遠 一樣的話 10年之內 中國趕上來 你都不要覺得很奇怪 好 我們看到這個晶片站 不只是中國受到影響 現在是連台灣的部分 台積電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我們等一下請利將軍 來繼續幫我們看 因為之前馬川普 不是多次的喊話了嗎 他說台灣應該要付保護費 台灣偷走了 這個美國的晶片等等 那末日博士羅比尼 他則是認為說 不要對台灣這樣子 他說發展AI 是需要台灣的晶片的 如果你美國限制買台灣的晶片 那你就美國自己太愚蠢了 針對保護費的部分 川普多次喊話 喊了這個保護費 他指的真的是在台灣的軍購上嗎 要達到GDP的10% 還是他指的是說台積電的部分 將軍您如何看 我覺得他要的就是台積電 他不是叫我們台灣買軍費 我們軍費再怎麼樣買 我們也不可能花很多錢去買 而且根據最新的民調 那老百姓大概說 真的是叫老百姓去花那麼多錢 犧牲掉社會的一些福利 或者是醫療的品質 或者是教育的水準的費用來講的話 那全部把所有 這一年的所有國家的預算 全部花在這個國防預算上面 我想台灣老百姓是不會答應的 所以他要的就是晶片 晶片也是未來這個世界上面 誰能夠掌握到先進的晶片 誰就能夠掌握到全世界的資源 那張忠謀也很明顯講了一句話 他在四年以前就有講過 這個台積電已經是全世界來講 這個地緣政治兵家必爭之地 那我們現在更證明這句話 那這個現在來講 到底是川普 美國需要台積電還是台積電需要美國 其實我覺得美國不要需要台積電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很距離來看 美國不是自己沒有能夠 不是沒有晶片的製造工廠 他的Intel 他是可以製造晶片的 但是我們看到Intel來講的話 他現在也快倒了 對不對 他主要是代工部分來講的話 他做不出來 他不是技術不行 我覺得是這個晶片公司的那種文化 你這種刻苦耐勞的文化 還有你能不能夠工廠裡面 有沒有這種相關的技能跟設備 這些東西 那他可能技術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沒有這種文化 我覺得就做不出來 那現在來講的話 Intel我們看做不出來 那只有台積電現在做得出來 那這個拜登他在任內 他也通過了所謂晶片法案 那通過晶片法案 通過晶片的補助 當最近在他零下台之前 趕快給台積電答應了 60億美元的補助款 趕快撥補 但是我們看了這幾年 也沒有看到過 美國那個一片晶片生產出來 就是在台積電那邊 亞利桑那廠還沒有完工 那後續來講 我認為說是 川普是要整個台積電都 這個二奈米的這種產品 全部搬到美國去 可是有沒有能力 我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你的工會一定付得了 應付不了 對不對 他一定去那邊生產 他的產品